中山高西万路扎到下来 因为两边沿线一整排的隔音墙影响行车视线 虽然上个星期的会刊之后 决定是要拆掉部分的隔音墙 不过交通改善还是有限 所以22号的上午 相关单位人员是再度到了现场来会刊 除了要拆隔音墙 也要求更改红绿灯的秒差 以及调整交通标线 减少车祸以外 从中山高西万路交流到下来 衔接平面道路西万路 这是一个多时尚的路口 交通复杂 首先就是这一整排遮住行车视线的隔音墙 因为看不到来车 就算跟着号制通行一样危险 只是拆了之后 还是需要调整周边的交通号制 所以22号上午 包括立委黄国昌服务处 议员抓铃服务处 高工局交通局等相关单位人员 就再度到了现场会刊 这个长江一过来的时候 要抢这边进去西湾路 然后下西湾交流到下来的时候 都显向翻身的时候 都有时候是小车祸就是插撞 没问题就走就刷 路上就走就走 但是现在那天有一个 我以前隔天更大条就是有撞到 这个西湾路的闸道 包括我们的三边的路面 都经常有交通的事故 事故的原因 我们这个隔音墙 因为它太靠近路面 所以车辆要左转的时候 就视线被挡住 交流到这个闸道口这边的一些 隔音墙的拆除 那今天再次会开始确定 因为叫交通局比较他们专业的判断 来做一些考量 所以说拆的本来之前 我们说要拆两片 那现在交通局这边有判断说 要拆到五片 隔音墙造成行车视线不好 意外频传 从西湾路过来抢黄灯要过 但是却可能碰上转绿灯 下交流到的车子 因为看不到左边的来车意外就这么发生 所以交通局现场评估之后 认为得从原本拆两到三片 增加到五片 另外现场交通号制标线都要调整 然后把监制系统 然后那个红绿灯下 以往监制系统有个调到 一七三乡那里 刚好可以照到这里的全情 我们长江街过来的停止线太远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建议交通局 把停止线跟斑马线的往前移 也就是说长江街过来的车辆人员 到停止线的时候可以一目了然 可以看到整个往系万路 整个路况的情形 那再来就是说秒差的问题 今天稍微做调整 有建议说要差不多在五秒左右 那这个窗口如果说弄好以后 这边的造势力应该就会比较降低一点 那秒差调整以后 还有那个大概停止线 如果再往前移一点 那双边的视线在都可以 两边都看得到 那以后发生的一些意外 就可能减少很多 用路人安全很重要 会看请高工局拆掉五片的隔音墙 另外交通局也将红绿灯秒差做调整 让这个路口更安全 加上惠林细致采访报道